秦桧王王 秦桧王王 但却得罪了太子 等到秦桧公去世 太子登基 一想起当年受罚之事就很不高兴 加之这使商鞅威望极高 家家户户都知道商军之法 惠文王对商鞅有所顾忌 公子前等一帮人就乘机捏造谣言说商鞅造反 于是 秦桧王便派人抓捕商鞅 商鞅逃到封地起兵攻打正线 兵败被杀 秦桧王将商鞅的尸身车裂 并足灭其家 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秦桧王王是一个雄掠之主 若想要掌握整个秦国 杀掉商鞅也就成一个选项 所以杀掉商鞅可谓是一剑双雕 既可平息朝中重怒 又可掌控整个秦国朝局 当秦桧王王杀掉商鞅后 天下庶民物以汹汹 大有国人问罪于国君之事 于是 秦桧王王翻过手来 又对朝中士族贵胄 来个斩草除根 其罪名便是勾连山东六国逼杀商军 这一连棘手不可谓不高明 既除掉自己施政的巨大威胁 又彻底清除朝中反对变法的势力 一举扩清朝局 而且还激起国人奋发替礼 奋迎请战 已向山东六国复仇 其以为 秦桧王王虽不如其父为政的那种厚重大忌 但其驾驭朝局 掌控民心方面应在奶腹之上 受辱头勤 张义是魏国人 当初曾和苏秦一起实施鬼谷子先生 学习游说之术 苏秦自认为才学比不上张义 张义和苏秦完成学业之后 就去游说诸侯 后来 苏秦说服赵素侯 而得以去游说各国诸侯实行合纵的联盟 但他担心秦国趁机攻打各诸侯国 盟约还没接地之前就遭到破坏 苏秦考虑再三 找不到一个能派往秦国为他工作的合适人选 于是他派人去悄悄劝说张义来投奔他 于是张义前往赵国 呈上鸣帖 请求会见苏秦 但是 苏秦却对张义不理不睬 招待张义的时候 也只是用给仆人和侍女所持的范式 并且还当众羞辱张义 说张义那么有才能 竟弄得穷仇潦倒到这种地步 是不值得收留的 说完就把张义打发走 张义这次来见苏秦 本以为是旧交 可以求得好处 谁只反而受到羞辱 一气之下 想到各国诸侯中只有秦国才能威胁赵国 于是便前往秦国 苏秦在张义离去后 暗中派人资助张义到达秦国 要钱有钱 要人找人 张义很快见到秦桧文王 秦桧文王用张义为克星 与他共商共打各国诸侯的大计 这时 帮助张义的人才说是苏秦故意激怒他 为的是张义今后有更好的发展 张义说 哎呀 这些权某本来都是我研习过的范围 而我却没有察觉到 我没有苏先生高明啊 况且我刚刚被任用 又怎么能图谋攻打赵国呢 请替我感谢苏先生 苏先生当权的时代 我张义怎么敢施谭公赵呢 东晋公卫 迎四在巩固自己权力之后 不忘功赴秦孝公的教诲 秉承其一致 决定东晋公卫 秦桧文王迎四五年前333 秦采纳公孙衍的建议非苏秦之计 任命公孙衍为统帅 出师乏位 秦军直驱北上 至刁阴城下 落河两岸灰哥迟钝的兵士铺天盖地 杀生一片 展开了一场恶战 秦号称首攻之国 即斩第一颗首级进决一席 所以将士作战勇猛 以一当时 魏将龙甲领军四万五千人 战前无备 仓促应战 军心大乱 抵挡不住秦国虎狼之师 兵败刀阴 龙甲撤退 魏国受挫 但是刁阴之战跟之后两年的河西之战 是完全不同的 公元前331年 秦将银昂再次攻卫河西帝 最终斩首八万 龙甲率残兵左冲右杀 向西南逃不到树狮里 就被秦国扶兵抓获 秦桧王文八年公元前330年 秦桧文王派遣大梁造公孙衍 率领秦国大军 在刁阴近陕西省甘泉县南大破卫军 卫国不敌 卫王割河西之地以求和 秦桧文王九年公元前329年 秦军再次攻伐魏国 此战攻取魏国河东的奔养 批示 激骄 居有四座城池 经过这场战役 魏国从战国强国的王位上跌落下来 秦国也通过此战证明 自己终于不再是那个被六国瞧不起的蛮皇小国 开始步入强国行列 第二年 秦军乘胜追击 又获得蒲阳大捷金山西席线 秦军势如破竹 如长剑之躯 在秦国强大的攻势之下 魏国又被迫割让上决十五县 进陕西东北部地区给秦 至此 秦国不仅把魏国黄河以西的地摊全部吞并 而且在黄河的东岸 建立东晋的前进基地 也为以后秦国的东出大际 建造坚实的前进基地 正是向王 秦桧文王十四年公元前324年 因此宣告山东六国 正是向王 改元为更元元年 向王是战国时期 对一个诸侯国是否强大的衡量标准之一 赢四称王 不仅是对自己国家国力的自信 也是向山东六国宣告 秦国不会因为打赢魏国就停止不前 秦国东出大策已定 随着秦国越来越强大 其他六国也终于明白 此时的秦国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西部蛮荒小国 这让他们非常恐慌 于是此时上演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其中影响后世最深远的便是 张义和公孙衍的合纵连横之策 灭属败楚 秦桧文王更远八年公元前317年 曾是秦国大良造的公孙衍败叛秦国 出任卫下 组织赵 魏 韩 楚 及五国合纵罚情 而此时的秦桧文王重用张义 在他的支持下 张义依靠刺激巧舌如簧的话术 成功束缚燕国 楚国退兵 而只剩下赵 魏 韩的三国联军在秦军的反击下节节溃败 术长处理击破魏 赵 韩三国均于休渝 斩首八万 暂时抵挡住东方联军的进攻 五国罚情最终宣告失败 秦桧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 八国和蜀国互相攻打 都来向秦国告急求救 秦桧文王想出兵攻打蜀国 但顾虑道路险峻难行 并恐怕韩国可能会前来侵犯 所以犹豫不决 司马作与张义在秦桧文王面前争论不休 张义主张应先攻打韩国 司马错立排张义之意 认为攻打韩国将导致诸侯联合对抗秦国 攻打蜀国则既可得其人力 物力以充实军备 还可占据有力地势顺水而下攻打蜀国 秦桧文王采纳司马作的建议 决定出兵攻打蜀国 于秦桧文王更元十年公元前315年 用司马作之则攻蜀 破蜀居于加盟关 罚灭蜀国 秦桧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 前张义自行赴楚 阴行反歼 又使楚国崛起 然后又设计激怒楚怀王 又使楚国冒险出兵攻起 使秦军在丹阳至今陕西 河南二省间丹江以北地区大败楚军 得处地汉中 解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和八国 蜀国的威胁 楚国从此一血不振 这样秦国的关中 汉中 八蜀连城一片 秦国对六国形成居高临下的压迫形势 秦桧文王不仅在军事上取得胜利 扩大疆域 而且针对西手并向六国 发动东方诸国合纵攻起的形势 采用了张义的连横之策 实行分化瓦解 各个击破的策略 打退六国的进攻 取得政治外交上的胜利 为后来秦王嬴政扫灭六国创造有利条件 蜀国在当时属于未开化的蛮荒之地 攻打蜀国的战略意义在并不大 但放到长远来看就不一样了 蜀国虽然属于蛮荒 但是其物资丰富 地理位置也是十分优越 攻下了蜀国 秦国就可以凭借着其丰富的物资储备 用以攻罚楚国 秦桧文王的战略意识和远见 也是非常人能比 罚灭蜀国之后 公元前312年 秦桧文王派遣相国张义前往楚国 先是用离间即使楚国与其国绝交 后张义又用商务六里土地戏杀楚国 这让楚怀王大怒 随即出兵伐寝 而秦国则与其国相谋 大败楚军 并得到楚国汉中的土地 经此一役 秦国终于解除楚国对于自己的威胁 而楚国从此以后一绝不振 跌出强国行列 秦桧文王不仅有军事之才 在政治上也有出众的才华 他采用张义的连横之策 破弓孙衍的合纵之谋 击退六国进攻的同时 也赢得政治外交的胜利 这位以后的始皇帝嬴政 扫灭六国创造极为有力的条件 罚取义渠 义渠部落是兄弟的一个分支 主要分布在秦国西北方向 义渠同秦国来说 就像是一只复古之躯 当时的义渠部落占据的肥沃的操场土地 他们凭借部落骑兵的灵活性和机动性 多次对秦国边境进行劫略 甚至还在秦国攻打未过之时 突袭秦军 让秦军吃了不少苦头 也正是因为认清楚了义渠部落的危险 秦桧文王才决心一定要彻底攻灭 秦桧文王纪念公元前331年 义渠内部发生内乱 秦桧文王派人趁着部落中自相残杀的机会 大大削减义渠的力量 公元前327年 秦国收编义渠 从此之后义渠部落成为秦国的一个县 公元前315年 秦国大举进攻义渠 攻破25座城池 义渠最终灭国 电视剧里演的都是芈月的功劳 当然是瞎编的 并重工事 公元前311年 秦国第一位君王 秦桧文王迎四并去世 年仅46岁 其次营档继位 是为齐武王秦桧文王的一生是传起的 也是坎坷的 在位期间秦国开始强于山东六国 慢慢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头号强国 秦桧文王的功绩无疑是垂在耀眼 他心中存有和秦国心里一般 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 但是历史的重任 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完成的 他能做的就是让秦国越来越强 为后世之军铺一条平坎的路 迎四战国出后 在位27年 政治家 战立四颗星 全谋五颗星 车列商鞅 铲除一几 巩固王权 保留法治 壮大国家 人贤用能 真拔人才 重用贤持良将 东厄寒谷 西兵巴蜀 收复异渠 合纵连横 多次逆转威势 机会五国灭行之兵 为秦国统一天下 奠定坚实的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